对于护肤品的选择,性价比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 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的评价护肤品 1. 俄佩兰艺人水这款评价护肤品学生倒应该都用过 绝对是超级便宜好用的爽肤水 超大瓶又不贵,随便用不心疼 我都是装进喷壶里,随身携带,脸干的时候就喷喷喷 晚上洗完脸懒的敷面膜的时候,就用一人水喷湿化妆棉 湿敷15分钟即可,而且保湿功效也超级好 温和不刺激,任何复制都可以用,我的无限回购款 1. 砸隔离 这是我最近刚入手的一只隔离 之前一直用了两只的隔离,感觉有点太贵了 所以在朋友的推荐下入手了这款 这款既能做隔离,还可以做防晒和遮瑕 三效合一 SPF26 怕夹夹,涂在脸上 清爽不油腻,而且很轻薄 很好推开,不会假白,闻到也是淡淡的香味 很好闻,纠结咱还是良知的,选这款吧,准没错 1. 古宇小奶罐面霜对于面霜的价格来说 古宇家的这款完全算得上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面霜了 之前网上卖得超级火 我也专为买了一款想试试到底有多好用 回来后首先就被颜值征服了 很高级的木质盖子 霜的质地有点类似牛奶 味道也特别清爽 很细腻不油腻 而且这款霜还主打美白和蛋般的功效 我打算长期用来试试效果 有明显效果的话 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1. 安夫市区痘膏脸上总是有痘痘 断断续续 我还手欠的总是想用手挤它 直到留下痘印我才后悔莫及 赶紧买了安夫市区痘膏 特意用了一段时间才来推荐给大家 真的是区痘神奇 用了它之后 脸上的痘痘才有所好转 而且对痘印也有所改善 效果真的明显 总是长痘的可以家中常备了 1. 法国大宝妆前乳 法国大宝的这款妆前乳性价比也很高 适合所有肤质 所以大家放心入手吧 质地在乳液跟面霜之间 可以做保湿面霜使用 涂在脸上很轻盈 不搓泥 超级补水保湿 淡淡的清香 很好闻 妆前的必备神器了 用完之后上妆更加服贴 一支可以用好久 想买的千万别犹豫 快快入手吧 1. 高资防晒霜国货高资家的护腐瓶也不错 而高资的这款防晒也是网上的爆款了 79块钱50G SPF50 帕家家家 可谓是精华级的防晒霜 质地像乳液 上脸非常水润 很好推开 有一点点的美白效果 一点不假白 不想化妆的时候这涂它完全没问题 而且它家的防晒还有喷雾 我打算出去旅游的时候买一瓶用 反正防晒我认准了它家 1. AHC眼霜说了那么多护肤品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款眼霜 AHC的眼霜 上了25岁 这些眼霜之类的就必不可少 眼角皱纹 法令纹之类的也慢慢开始出现 所以眼霜快用起来 因为我经常熬夜 黑眼圈很严重 于是在闺蜜的推荐下 入手了这款眼霜 用了一段时间 黑眼圈有明显淡化 而且眼部周围也不会长脂肪力 很好吸收 每天都在用 1. The Ordinary眼部精华推荐了眼霜 再来推荐一款眼部精华 添加5%的咖啡因和茶多分 对于对抗黑眼圈和改善种泡眼有很大的作用 这款眼部精华还可以插入面霜混合使用 改善面部浮肿 而且眼部精华对比眼霜的话 相对质地来说会更好推开 快速渗透 怕眼霜会干的话 可以入手这款眼部精华 1. 月师封银绿茶洁面乳 月师封银算是国货做的比较好的了 他家的水乳精华都是大卖款 不过我最喜欢他家的绿茶洗面奶 因为真的超级好用呀 而且价格非常低 我觉得月师封银的洗面奶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 这款洗面奶是乳霜质地 我在脸上很细腻温和泡沫很丰富 洗完之后不紧绷 最主要的是清洁度很高 推荐中性和混合复制使用 真的超级好用 1. 安娜氨基酸洗面奶 还有一款学生等最爱的就是安娜氨基酸洗面奶了 这款比较推荐干皮使用 清洁能力不错 用了一段时间感觉皮肤干净了不少 温和不刺激 干皮用了也不会拔干 不会紧绷 味道是淡淡的枝子花味 很好闻 上学时候最爱的评价款洗面奶了 经常趁着活动期间炖好几支 真的超级好用